为何临终见到的佛一定是真佛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为何临命终的时候所见到的佛一定是真佛,不可能是魔所化? 净见法师达,某一大师说,临命终是一个果报乡,我们平常念佛的时候打妄想,也可能妄想地招感,招感鬼神献身,但这不是果报,那是烦恼所变现的。 临命终不可能这样。 临命终,念佛的人念佛见佛,因果相符,义佛念佛,现前当来,必定见佛。 临命终,他一定是佛。 命终时终因身不是烦恼变现的,是业力变现的,所以不可能我所化,而平常则有可能。